彩彩燒必吃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美食吃到寶系列 哈哈哈哈 來賓請掌聲鼓勵鼓勵 我們今天來到了祖北的大圓版 它是年前剛開幕的 外觀造型是客家土樓 車子一開來的時候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旭吉河時吉景 史上神藍訂的吃到寶餐廳 沒錯 我年前就已經訂位了 都訂不到午餐或晚餐 於是我們選擇下午茶 平日的下午茶一味990元 再加上一層服務費 那用餐時間是下午的2點半到4點半喔 好啦 那我們現在話不多說 就趕緊看看下午茶菜色有哪些呢 OK Let's Go 甜點的部分有 抹茶生巧克力塔 蘭姆葡萄酥餅 70%的生巧克力 焦糖蘋果塔 巧克力精賞 大銀量酒香蛋糕 柚香檸檬拌蛋糕 巴斯克乳酪蛋糕 上生果子 芝麻 草莓水羊根 酪林淡血根 梅景玉 上生果子 紅豆 抹茶大福 栗羊根 銅鑼燒 現點現做人形燒 香草芝麻卡士達 而最具特色的彩材人形燒 Kawaiine 此來遜吉必吃的甜點之一喔 另外還有 深入和風貝茶 綜合霜淇淋 這是遜吉最具特色 職人手作冰淇淋 其口味有 芝麻 花生 抹茶等等 有別於一般的buffet喔 另外還有各式冰淇淋配料喔 看起來很好吃的美人茶香芒果蛋糕 蜜桃絲糠 抹茶絕餅 香蕉蛋糕 草莓乳酪蛋糕 以及現點現做的茶類氣泡飲 果汁 生啤酒 還有家家的清酒喔 還有親切帥哥 職人手作咖啡 也是現點現做的喔 各式高級茶類 現打果汁 西瓜汁 柳橙汁等等喔 各式開胃菜 海鮮百合鮮豆腐 紫尺點甘露煮 繽紛鳳梨雞肉塔 還有各式新鮮Yummy的手捲喔 稻荷壽司 新蔓香壽司 傘壽司 米香蝦 蘋果卷 新蔓卷壽司 海苔卷 大福卷 以及各類小菜 薑 柚子大根 紫蘇山藥 菸瓜 各式美味的沃壽司 其餘 蝶魚 帆利貝等等 還有現點現做的 炙燒壽司喔 炙燒蝶魚 旗邊肉 蟹膏炙燒上品帆利貝 九州鷹雕鹽鹽昆布 炙燒鮭魚肚 新鮮的口感好吃到沒話說喔 紐西蘭淡菜 印尼傳動章魚 東北角生食卵絲 雞煮鳳螺 阿拉伯南鑽蝦 野生佐渡花蟹 英國麵包蟹 海鮮水果沙拉 繽紛花野菜沙拉 經典凱撒沙拉 蕎麥海鮮沙拉 青螺彩膳機組 還有各式各樣的 鮮切拌醬 醬製 小碟的生魚片喔 應有盡有 好好吃喔 印度洋鰭魚 東港鮪魚 鮮切鮭魚 以及和風炙燒其餘 食材製作看得到喔 哇還有鐵板料理喔 新鮮美味 我都要流口水囉 牛小排蒲葉燒 季節食蔬 仙草中捲 敲燒胡椒雞腿 花香炒百菇 伊比利豬炒飯 鐵板料理 現點現做的 鱷魚炒蝦 吃起來口感非常的鮮甜 好吃喔 再來就是吃Buffet 絕對不能缺少的 乳烤現切牛排 照燒豬肋排 這兩道真的是 好吃的不得料啊 再來介紹的是 湯品的部分 有帝王蟹味噌湯 還有鮮甜的蛤蜊湯喔 薑炊青石斑 麻辣鮮干貝 蒜蒸野生蓄蟹 鮑魚土瓶蒸 原味和松露茶碗蒸 蔬食BBQ 哇師傅在烤香魚耶 煎甜的滋味 會讓你一隻接著一隻喔 外酥內嫩的感覺 真的很juicy 會讓你順口喔 柳葉魚唐陽 土佐煎魚燒 花枝末陽 酥炸季節食酥 酥炸牛蒡 水果的部分 煉霧蜜枣 臺灣大西瓜 巴勒番茄 鳳梨 葡萄 好 都很好吃喔 好我們終於要開吃了 這咖啡我喝十杯 我就夠本了 哈哈哈哈 而且它是現做的耶 超好喝的 它干貝是有點生的 還沒有到就是烤到熟 剛剛吃起來好好吃喔 各位最讓我驚訝的是什麼呢 下午茶裡面居然有現切的牛排 還有熱排 然後鐵板區還有烤鱈魚 啊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牛角排 讚 它非常的軟嫩好吃耶 我的媽呀 我要吃鱈魚喔 這個鐵板鱈魚很好吃耶 剛剛好 而且 不小氣有厚度 新鮮嗎 非常的新鮮 我覺得啊 它這邊真的很豐富 食材非常非常的多 選擇性也非常的多 然後我覺得幾乎是以日式料理為主 所以我非常的滿意 對喜歡吃日式料理的人 其實可以來這邊吃啊 然後它不像其他的buffet 對有一些是 你看到是食材好 但是料理收手 但它這裡料理都非常的好吃 這個魚烤得很剛好 現在來試一下帝王蟹味噌湯喔 嗯 只有你能吃啊 對 喔 沒有看到嗎 它的帝王蟹肉 光是湯 只有這麼肥美 我超想吃 你不能吃 所以我幫你拿了啊 它還有另外一個我能吃的蛤蜊湯 喔 對所以現煮的湯品有這兩種 欸感覺肉好多喔 我媽呀 肥美的而且好好吃喔 對啊你看 喔 你這叫我吃生魚片的時候 能說個什麼所以難處啊 你講的好像有道理耶 對啊 對一個樂咖啡還有拉瓜 對啊 欸它的樂咖啡啊 這邊真的很 professional 咖啡都是職人做的 所以它的冰咖啡其實我覺得 也很好喝 非常的好喝 對 然後樂咖啡怎麼樣 樂咖啡非常的香醇 真的還假的 外加我看到上面這一朵花 我整個心情就很大躍 彩彩燒 嗯 必吃 可愛的彩彩燒 哇喔 裡面內餡滿滿的耶 一人一個 我覺得這個怎麼吃都不會膩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吃了一個 嗯 而且這還蠻好吃的 然後裡面啊 的內餡很像車輪餅裡面包的奶油 但是比那個更滑嫩 比較接近卡士達 對 再來是來續集必吃的果汁 對我的是芝麻 那我的是紅豆 而且它芝麻不會很甜喔 然後芝麻的香氣很重 真的假的 真的 我的紅豆有點甜欸 真的喔 我芝麻不甜 喔那我吃看芝麻 好你吃芝麻 我更喜歡芝麻 對芝麻好吃對不對 芝麻好吃 紅豆是不是變還好 對 芝麻比較好吃 再來是抹茶的絕餅 哇 非常抹 抹到有一點苦 然後外面還有滿滿黃豆粉的香氣 非常的好吃 對 我剛剛忍不住的吃了一口 然後偷吃一口才給我這樣子 我來吃吃看 喔 它很濃郁的松露味喔 超濃郁的 因為我剛剛偷吃了一口 我覺得好好吃喔 基本上它蒸蛋的餅 日式湯品菇類的一個味道 在下面 它吃起來這個蒸蛋非常的滑嫩 然後也不會太鹹 外加就是還有滿滿的松露味 吃起來非常的爽口 好的沒錯 我們已經吃完了迅吉啦 嗯我們有晚餐 那今天消費金額是2178 我覺得很OK啦 對下午茶比較便宜 990多一層服務費 對 吃起來的話我覺得還不錯 很精緻耶 就是以下午茶 它這樣提供的菜色來說 我覺得我算滿意 還有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 也非常的好 只不過我覺得桌與桌之間的距離 有一點近 這個我個人覺得 嗯 可以改善 嗯 對我也覺得 有可能是它生意太好了 反正它就是一張小桌子 也是就兩個客人這樣子 對啊 但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收縮速度要快一點 就是我沒有地方擺我 再拿了菜色 對 稍微美中不足的地方 對 但是它生意真的好到爆 喔 超難訂的 嗯 我們在它開幕前的時候 就上網登記了 嗯 然後一直登記到它開幕之後的 後一兩個月 嗯 我們算很快的人 對啊 那我最滿意的就是它甜點的部分 就是算精緻 然後也好吃 比起其它Buffet來說 算是分數高的 那再來就是它飲品的部分 嗯 比較特殊出色的就是咖啡 熱咖啡跟冰咖啡都非常的好喝 熱咖啡呢 那一個拉花那個帥哥實在是讓我看了非常的愉悅 哈囉 哈囉 Excuse me I am here ok 是個帥哥 然後拉 還拉一個愛心拿給你的時候 心情舒適就會非常的好 對對對 尤其又吃完甜點之後甜甜的 心裡面就更甜了 嗯 沒錯 那整體吃起來滿飽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嗯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喔 那每週三五日都會更新影片 請記得收看 記得加入我們社團 還有追蹤我們的IG喔 沒錯 8點準時收看喔 嗯 OK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啦 Bye bye